蒙古老汉好心就下受伤老鹰 一年后老鹰竟恩将仇报 叼走老汉孙子 却意外就下全家性命 事后亲戚朋友直夸老汉有福气 究竟发生了什么 老鹰为何会朝一个刚满月的婴儿下手呢 几十个牧民骑着马一路狂奔 跑在最前面的老人 拼命挥舞手里的马鞭 只为追赶天上的老鹰 老人心急如焚 生怕一个不小心 孙子小命不保 当初就下老鹰 绝对是他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 老人名叫巴图世代 在草原上以放牧为生 事情发生在一年前 当时他把羊群安顿好 拿着弹弓 正准备打几只兔子加餐 没想到在石缝里 发现一只受伤的老鹰 老鹰对牧民来说 是草原上的神灵 看着老鹰蜷缩着身子可怜巴巴的模样 巴图实在于心不忍 抱起来一看掌子上的伤口 还在不停地往外渗血 他想都不想脱下衣服 抱起老鹰赶着羊群就回了家 到家后 妻子听完来龙去卖连忙拿出药箱 夫妻俩忙活了大半天 终于把伤口包扎好 当时妻子还直夸老鹰通人性 哪怕疼得浑身抽搐 也没有伤害两人 但他们做梦 也想不到老鹰将来会恩将仇报 养伤期间 老鹰在巴图家彻底住了下来 巴图的农场养着上百头牲畜 早就交给儿子儿媳打理 自己干脆闲下来专心照顾老鹰 吃着新鲜的牛羊肉 再加上每天换药换水 老鹰的伤势很快好转 在巴图的康复训练下 成功回归天空继续翱翔 等到一年后再次见面 却上眼惊险一幕 眼看老鹰越飞越高 两个鹰爪死死抓着墙堡里的小孙子 巴图级的两眼含泪疯狂追赶 小孙子才刚刚满月 是全家的命根子 他不知道老鹰为何会突然发狂 明明一年前 他们还十分亲密 当时老鹰在巴图家 已经住了三个月 腿伤彻底痊愈 总是在牧场上空低空盘旋 经过一百多天的相处 老两口对乖巧听话的老鹰 都很是喜欢 尽管十分不舍 但巴图心里明白 宽阔的大草原 才是老鹰的天下 放生那天 他骑着马举着老鹰 跑到最高的悬崖边 手臂一阵 老鹰立马展翅 高飞冲向广阔的天空 本以为这次分开就是永别 没想到几个月后 老鹰静脱家带口 在巴图家附近安了家 每当巴图赶着羊群出现 头顶总能看到几只老鹰在盘缓 似乎在默默守护着羊群 巴图心里十分欣慰 可后来一段时间 老鹰突然消失 再也没露过面 直到一年后 巴图喜得大孙子 天丁进口满月宴 在草原上是大事 亲戚朋友早早就带着贺礼赶来庆祝 小院里张灯节才喜气洋洋 巴图抱着大孙子正姓高采烈的招呼 亲朋好友 突然听到头顶传来一声熟悉的名叫 他抬头一看高兴的和不拢嘴 宾客多多少少都听过巴图和老鹰的故事 一年未见大喜的日子 突然上门 大伙都说老鹰是来给孩子贺喜的 巴图听了十分骄傲 一挥手 老鹰竟然真朝他飞了过来 下一秒悲剧发生了 蒙古老汉就下受伤老鹰 一年后竟抓走老汉孙子 就下恩人全家 究竟发生了什么 巴图看着从天而降的老鹰十分激动 迫不及待的抱着孙子想给老鹰介绍 没想到老鹰一把抓起孩子掉头就跑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在场的宾客都傻眼 巴图最先反应过来 骑上马拼命追赶 所有人追出门口 有马的骑马没马的狂奔 大喜的日子遇上这种事 而习急的痛哭流涕 一时间尘土飞扬几十匹 马发了疯的追赶 关键时刻老鹰突然向下俯冲 巴图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痛恨自己没把孙子保护好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老鹰缓缓降临 把鹰儿放在地上 掉头就往回飞 巴图跳下马 连滚带爬 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 身后的众人也追了上来 直到看见孩子安然无恙 才终于放心 突然间一声巨响从身后传来 刚才还喜气洋洋的小院 尘土飞扬 接二连三的意外 让巴图心里发颤 把孩子交给儿子后 急着马跑回家一看 后面的山头坍塌巨石滚落 院子被砸的面目全非 要不是刚才宾客都跑出去找孩子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想到这儿巴图突然恍人大悟 动物一向灵敏老鹰 或许早就知道 巴图家大难临头 这才抢孩子把人引出院子 一年前的善举 在一年后就下全家性命 巴图这时候才明白 哪怕是动物也懂得知恩图报 吉林农民捡到怪异神兽 头上长脚脾气十分暴躁 村民都说是招财宝 连专家都惊呆了 老爷看着眼前的小家伙愁眉苦脸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半个月过去 小家伙似乎把夫妻俩当成了亲生父母 怎么敢都不肯走 听着邻居的调侃 老爷实在是有苦难言 夫妻俩住在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 平时省吃减庸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一年到头 全靠种地和放羊维持生计 长白山地区四季分明 一到冬天 山里气温骤降天寒地冻 再加上前不久刚下过一场大雪 老爷坐不住带着麻袋出门闲逛 回家路上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身影 还以为是谁家养的养跑丢了 凑上去一看背下了一跳 眼前的小家伙头上长脚四路飞路 瞪着大眼睛躲在草丛里 冻得瑟瑟发抖 老爷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 到底是什么动物 看着神兽可怜巴巴的样子 实在于心不忍 套在麻袋里就背回了家 小家伙似乎知道得救了 一路不吵也不闹 任由老爷安排 村里人听说老爷捡了个宝贝 纷纷跑来围观 没想小家伙一点也不认生 不但和老爷的妻子玩闹 连村民都可以随意上手摸 大家都说老爷有福气捡到一头 神兽要发大财了 老爷和妻子却犯了难 俩人养过牛羊和猫猫狗狗 但从来没养过路 妻子心疼神兽特意端来包股 可小家伙连看都不看 让人十分发愁 吉林农民捡到怪异神兽 带回家越养越不对劲 头上长脚还会蹦高 到底是什么来头 老爷看着绝食的神兽灵机一动 从羊圈里挤了一大碗羊奶 小家伙立马扑上来喝得津津有味 就这样神兽正是在老爷家住了下来 时间一常夫妻俩越想越后怕 长白山野生动物数不胜数 万一是国家保护动物可就糟了 可小家伙怎么敢都不肯走 随着个头慢慢长大 变得越来越粘人 每天跟着老爷寸步不离 眼看被彻底赖上老爷心一横 干脆留了下来 神兽天生放荡不羁爱自由 吃饱喝足就在村子里到处晃游 不爱住笼子 老爷就专门给收拾出一间卧室 妻子给小家伙起名鹿鹿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成年的鹿鹿两个脚越长越大 每天在外面闲逛一道饭点就会回家 还在老爷妻子的训练下 学会几招绝火 后来老爷养神兽的事 传遍了十里八乡 连外村人都跑来看热闹 但没有一个人知道鹿鹿的真实身份 时间一长 竟然还真给老爷带来了财运 好几个陌生人上门要出钱购买 甚至有人出价八千块 这可是夫妻俩大半年的收入 在民间鹿是祥瑞的象征 但在夫妻俩心里 一手养大的鹿鹿就跟孩子一样 绝对不会卖人 鹿鹿的身份一直是老爷的心结 他们私自私养到底犯不犯法呢 就在这时鹿鹿突然出事了 老爷家养的神兽越长越大 真实身份却一直是个谜 可没等老爷弄清楚神兽就失踪了 那天一大早 老爷听说隔壁村的老猎人 在河边打到一头鹿吓得拔腿就往回跑 回家后看着鹿鹿悠闲 自在的样子十分后怕 担心小家伙也被捕杀 就找了根绳子想拴起来 谁曾想一向乖巧听话的鹿鹿 像是受了什么刺激 一件绳子就拼命挣扎疯了一样冲出门 雪天鹿华在路上重重摔了一跤 老爷心疼坏了 刚想跑过去安慰 鹿鹿竟然一头扎进树林里 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连几天过去都没有回家 老爷几次上山寻找也没有消息 妻子担心鹿鹿出事 每天以泪洗面 好几次做梦都梦见鹿鹿回家了 没想到一个月后 真的梦想成真了 一天早上老爷一开窗 就看见鹿鹿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 身后还跟着一头长相怪异的大家伙 看着鹿鹿狼吞虎咽的模样 老两口十分心疼 为了能安心养鹿老爷 终于下定决心 拨通了林业局的电话请求帮助 专门研究长白山野生动物的林老师 听说后连夜赶了过来 到了一看十分惊喜 老爷捡到的这头 就是传说中的傻袍子 而被拐回来的那头 是人工饲养的马鹿 专家猜测鹿鹿受惊后 在逃跑路上 遇见了同样离家出走的马鹿 天寒地洞没食物 这才接班回家蹭饭吃 夫妻俩听完哭笑不得 幸运的是林业局 不但同意他们继续饲鹿鹿 还在老叶家成立野生动物保护站 夫妻俩一听能继续养鹿高兴极了 山西大爷意外就下凶悍怪鸟 有人出价上万都不卖 好心喂养半个月差点闯下大祸 这天一大早 吕大爷家就围满了人 听说吕大爷要上电视 村民纷纷赶来围观 动物专家民警 记者站了满满一院子 都在等着吕大爷跟大鹅告别 事情发生在山西运城平路县的一个小山村 事发当天 吕大爷吃过早饭 就带着大黄狗赶着羊群出了门 把羊群安顿好 吕大爷靠着石头打起了盹 突然被一阵狗叫声惊醒 吕大爷有些生气呵斥大黄 安分点不要乱叫 见一项听话的大黄 死死盯着草丛不停狂吠 吕大爷觉得有些不对 凑上去一看才发现草丛里 竟然藏着一只大鸟 似鹅飞鹅 大长脖子和脚全是黑色 背上是厚厚的灰色羽毛 吕大爷看了半天也没认出 大鸟到底是什么品种 吕大爷的出现 让怪鸟有些惊恐 扑闪着翅膀要跑 可挣扎了大半天也没飞起来 吕大爷觉得奇怪 凑近一看怪鸟的翅膀受了伤 还在滴血 吕大爷有些心疼刚要伸手 怪鸟突然张大嘴上来就是一口 把张大爷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看怪鸟不领情 就准备下山回家 结果刚要离开身后 突然传来痛苦的嚎叫声 正值冬天又是荒郊野岭 要是扔下不管怪鸟 绝对活不了几天 想到这吕大爷实在于心不忍 掉头回去把怪鸟一把抱起 就往家走 奇怪的是这次大鸟不但不挣扎 反而依偎在吕大爷怀里 到家后意外还是发生了 山系大爷放羊 捡到奇怪大鸟 向鹅又向燕竟是招财宝 身份揭晓差点惹祸上身 看着吕大爷怀里的怪鸟大妈 一脸疑惑 听完前因后果 连忙把怪鸟安置在狗笼子里 老两口虽然养了几十年的积压鹅 但给怪鸟治病还是头一次 大妈拿出人用的跌打损伤药 让大爷按着大鹅给清理伤口上了药 随后就安置在狗笼子里养伤 大黄狗回家一看 窝背沾了气的朝大鹅狂吠 幸好被吕大爷及时拦住 受了惊吓的大鹅突然性情大变 对着吕大爷的手又是一口 还想攻击好心来投喂食物的大妈 幸好大妈眼疾手快 及时躲过了攻击 就连好心准备的胡萝卜丝 也被大鹅嫌弃 担心大鹅饿坏了 吕大爷又在里面加了玉米面和青菜 没想到接连三天过去 大鹅还是一口没动 吕大爷看着大鹅奄奄一息的样子 很是心疼 他把胡萝卜剁碎再次递过去 躲在暗处一看 大鹅终于啃下嘴了 从那以后 吕大爷就多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养大鹅 那天他心血来潮把狗赶出去 让大鹅在院子里散步 结果被路过的两位村民发现 俩人一看见大鹅就满眼放光 找到吕大爷二话不说 就要花钱把大鹅买走 给出的价钱是吕大爷家一年的收入 吕大爷越想越觉得不对 询问两人是不是知道大鹅的来头 看着两人吱吱呜呜说不出话的样子 吕大爷心里有了主意 没想到随手捡的大鹅竟是真宝贝 山系运城平路县的小山村里 吕大爷成了当地的大红人 不仅有记者上门拜访 平路县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 更是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村里人听说后都跑来看热闹 从前无人问津的小院围满了人 吕大爷不舍的看着大鹅 最后一次喂食 眼里闪着泪花和大鹅告别 半个月的悉心照顾大鹅伤口慢慢愈合 和吕大爷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就在几天前又有人要出钱买鹅 村民都说吕大爷捡了个宝贝要发财了 吕大爷觉得不对劲 于是拿着照片跑到保护站请专家辩认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 专家和民警就成群结队敲响了吕大爷家的大门 专家激动地表示 吕大爷捡到的可不是什么野鸟 而是国家保护鸟类是纯种的大天鹅 浑身雪白高贵优雅的鸟中贵族 大天鹅每年十月都会向南迁徙过冬 专家猜测 吕大爷捡到的天鹅是在纤细途中不慎受伤 幸好遇上了心善的老两口 这只大天鹅还没成年毛发没有完全蜕变 这才没认出来 分别的时刻到了大天鹅窝在吕大爷怀里 却怎么也不肯走 万物有灵 尽管心里舍不得 但大天鹅属于广阔的大自然 被带走后 大天鹅经过检查伤口已经完全愈合 也没有丧失野外生存的能力 最后被放生到山西的湿地公园回归群体